欢迎大家回到俄联图的频道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明星居家实况在线比赛的 其中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比赛 四分之一决赛是由外人的这个哈维·马丁内斯操作自己的球队 来对阵阿森纳的守门员莱诺 那么莱诺最后其实是打进了决赛 利用这个疫情的空档我们也看看这些现实中的球员球星 在实况足球中的表现是否和他们的实力也比较的相符呢 这场这整个的这个系列赛呢 莱诺应该是唯一一个参与的守门员 其他的呢都是各个位置的吧 这个中场跟前锋的球员为主 好那么现在比赛马上就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的对决 OK 双方的阵型 马丁内斯这边的拜人是一个4231 那么对方阿森纳莱诺这边是442 拜人这边有两个双翼的快马 一个是左边的柯盲 柯盲 柯曼 另外是右边的格纳布里 上来这边拜人先展开攻势 吉米西 起球 柯曼的投球 柯曼在PS2020中 我的麦克拉布球队也是经常在使用啊 因为他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缺点就是射数跟传球的精准度一般 拜人这边顶在头的顶在箭头位置的依然是来万 阿森纳这边依然是奥巴梅扬跟拉卡泽特的 双锋组合 百人这边推进到了禁区附近 来万 射门应该是被大卫鲁伊斯破坏了 看一看酷鸟主罚的任意球 对方手边也没有提前移动 漂亮 库地尼奥第14分钟 首先打开进球账户 库地尼奥在我的这个麦克拉布队部中呢 也是一个经常轮换的主力的左边锋嘛 控球能力非常强 这场比赛是在拜人慕尼黑的主场 慕尼黑的安联足球场 这地方我本人也是去过啊 现场还是非常漂亮 拜人这边 马里尼兹控球 基米西 基米西是可以打后腰 也可以打右边后卫的一个夺面手 这个位置 奥巴梅扬 这种斜线的传球啊 最后到禁区大概湖顶左右的位置 然后打这个圆角是莱诺的一个套路 他在很多的比赛中都这样进过很多球 看这种方式 马里尼兹能不能防得住 在后面的比赛 其实莱曼也进了很多这样的球 还是这个利用中后卫之间的空档 中场断球 这边柯曼 这边柯曼 C给来了 大卫 鲁伊斯 这个过人很漂亮 沿着边路 罗某某传回中场 托雷拉 罗某某 又到了危险位置 拉卡泽特 这个球也是机会已经形成了 脚球 也是危险 这个是背身面对诺尼尔 所以最后也是比较可惜 诺尼尔空一下一个大脚开到中圈 反正内斯 还在带 直接给莱曼 分到右路 起球 还有 酷鸟被断球 看一下 阿斯纳这边的快速反击 对方的防守队员已经落位 阿斯纳这边组织也是非常的冷静 在对方禁区湖附近 持续空球 摆人这边看有没有机会 柯曼 酷鸟 二挂二的配合没有成功啊 克拉西纳斯 回到中路 罗某人 这应该预位了 看一下上门场最后的一分钟 有没有什么变化 阿斯纳有一个机会 好上门场比赛结束双方是打成1比1 酷鸟跟奥巴梅扬各一脚射门 得分 那么下面掌一边在站 双方暂时也都没有换人 阿斯纳这边主要还是靠中场的倒角之后 推到对方的中路 也就是两大中央位中间的空档啊 这个是 莱诺他的一贯的打法 拜仁这边主要是靠两边 就是这个 柯曼还有 格纳布里 双利齐飞 还是回到中路 奥巴梅扬跟 奥巴梅扬跟 哇 这个已经没有成功 拜仁这边来半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啊 就是全场基本之神隐 好球啊 还是两大 前锋 奥巴梅扬跟这个 拉卡泽特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小配合 最后是奥巴梅扬 打进第二个球 有一个中场断球 奥巴梅扬 奥巴梅扬 分边佩佩 起球嘛 传回来 货雷拉 再给佩佩 中间 漂亮 还是中间这两个中锋的一个非常精细的配合啊 拉卡泽特 也是打开了紧球账户 向南一开始 莱莫这边就已经 把这个比分的优势 持续都在扩大啊 百人这边控不住球啊 奥巴 传丢了 看一下 拜仁能不能把这边的情况稳定住啊 首先要拿住球 得中场者 得天线 转到左边来 一个 贾文诺 柯曼 好球 这个球很遗憾 最后一脚没有 传到位 柯曼继续的空球 酷鸟 看看左边来 再打个中间 好球 哇 这个球诺耶尔也是很 哎 还有 哎呀 格纳布里这脚 其实直接射 比回传给莱万 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个明显犯规了 这边佩佩来罚 中路 哎很危险 因为传球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盯防 十五二零二零 如果没有人盯防的 编度起球 还是相当威胁的 这边 迪亚哥获得 赢得一个任意球的 后场任意球 控球率 阿森纳也已经上来了 已经开始领先 拜仁这边 看能不能 有一些新的打法 已经来到了72分钟 紧急 来吧 哇 这个机会非常好啊 诺耶尔再次 立功 化解门前险情 阿森纳还是打到中间来 好断球 又被反抢 回来了 骆某人 拜仁的阵情 其实两边要坚决的打 对他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坚决 还是在走中路 那中路呢 人又少 所以就比较尴尬了 而阿森纳这边 基本上如果打到边 还是要 这个尽量回到中间来 然后靠两大前方的配合 后场出一球 一定要干脆啊 拜仁前掌 有什么机会 没有 中间又被断下来 阿森纳 又推进了对方的禁区前沿 危险了 一脚抢射 拉卡 把泽特 也是逼出一个机会来 马丁尼斯这边的后卫有点慌乱 慌乱啊 因为马丁尼斯其实本身是一个后腰中和卫都能打的选手 他的防守呢 理应是更加清晰才对 这边回到 诺伊尔这里 怎么回事不动呢 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还是去看了一眼微信啊 好 现在比赛已经接近到了尾声 88分钟 拜仁这边大势已去 双方也都没有调整共方等级 估计就这样静定的等比赛结束吧 好的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与陪伴 也感谢之前 指出我这个视频中的时间错误的网友 那么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我们也会持续的给大家带来 各种最新的和经典的 实况足球和现实世界中足球的比赛的这个解说 还有视频 也欢迎大家 点赞转发评论三连 好的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ajud愿 敬发评论三连